大家好,长五号很快就要返回地球 那么这次长五号挖出的这个月球表面物质能够完美的发电 地球的储量只有500公斤,指的就是这个亥三 所以这一次长五号带回的这个月球的这个土壤样本是非常珍贵的 很多人不理解多有多珍贵,我今天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阿波罗探月计划总共历时是11年,耗资是255亿美元 中国探月计划较为节俭,长额工程第一期总投资是14亿元 这笔费用大致是3到4年使用,每年花费只有4亿元 不过如果预估整个探月工程的花费,总耗资是上百亿以上 那么我们投入如此高昂的费用进行探月最后到底能得到什么 其实人类对探索月球的初衷并不是单单出于好奇,更多是出于现实利益方面的考量 月球上有丰富的资源,例如钛,稀土,亥三,油 不,其中这个亥三是一种可用作清洁核聚变发电的原料 一克亥三产生的能量约1万升汽油 你可以看一克亥三产生的能量,1万升汽油 如果全球发电都用这个亥三聚变能 那仅需要100吨亥三就能满足需求了 全球发电只需要100吨的亥三 那不过地球上的亥三储量极其稀少 以探明的储量仅为500公斤 所有地球现在以探明的亥三只有500公斤 那这导致亥三的价格很高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亥三的价格 我简单跟大家说 一公斤现在亥三大约是500万 这些500万指的是人民币价格 500万人币一公斤啊 月球呢 经过46亿年的演化 地壳浅层内至少含有100到500万吨亥三 你可以看这个这个储量 如果按照人类的消耗计划 那这些资源足够满足人类上万年的消耗 那除了作为发电使用外 亥三还被公认为是制造第四代核武器最好的材料之一 以亥三为基础的新型核聚变 这个核弹呢 在拥有强悍的打击能力的同时 所释放出来的这个辐射其实很小的 所以叫清洁能源吧 清洁核弹 那在战争中使用的门槛比较低 因此从军民两用角度来讲 月球上的亥三对人类来说吸引力很大 美国这个NASA的局长叫吉姆布里登斯 曾经称从月球上开采矿 矿藏犹如从大海里钓金枪鱼 谁钓着就算谁的 为了应对来自这个中俄的竞争呢 美国NASA呢 现在提出了一个叫阿尔提密斯 阿尔提密斯计划 按照计划呢 美军不仅要在2024年 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就2024年吧 美国将重返月球 还要在月球建立基地啊 为美国长期探索月球提供支持 那也就是说 对月球的能源 还有月球的这个资源开采 已经开始了 2024年美国就会重返月球 那从美国2024年重返月球 可以看到 美国对月球这些资源 亥三啊 七土资源的这种开发 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了 未来建立军事基地 或者建立这个月球基地 我觉得应该也是实践问题了 那开发以后呢 我甚至都不排除啊 美国可能在月球进行核 对月球下筹 我说他们可能在月球上 根本时在下汉 像以上就是实际上的 也不会在月球上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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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mer想想想看